阿秀发现婆婆一直给她吃的营养药粥 居然有一粒和避孕药一模一样 于是她把药拿给了一直以来 她比较幸运的医生 第二天马上就要去取结果了 阿秀显得格外的紧张 甚至连早饭都忘记做了 可等到的结果却是自己最不想看到的 医生告诉那个要是避孕药 听到这的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自己居然吃了三年的避孕药 更没想到婆婆是如此的蛇蝎心肠 可为什么一直吃避孕药 而自己越是一直正常呢 医生说可能前三周你再吃避孕药 后面一周就吃催月式的药 阿秀一想确实是这么回事 最后一周的药比前三周的药小 她终于知道真相了 走出医院的她伤心欲绝 她没有回家 而是独自来到海边 也是让她回想起当时慈善晚宴的一幕 因为自己的闺蜜正好在慈善晚宴做服务生 看到自己的婆婆在 就被自己打了电话 本以为能给婆婆惊喜的她 却被婆婆当成是不速之客 更是在闺蜜拦解面前遮遮掩掩 还是自己的自我介绍 蓝姐才知道自己是婆婆的儿媳妇 但让蓝姐疑惑的是 在婆婆口中的自己是美国华侨的女儿 怎么却是韩国口音 但是自己当时被婆婆的三寸不烂之舌糊弄过去了 现在想想她根本就是嫌弃自己 她终于看清了婆婆的真面目 也后悔自己为什么这么傻 才发现真相 苦苦吃了三年的避孕药 失踪一天的她终于回家了 丈夫阿浩因为担心她的安危 不禁对她发起了祸 婆婆健壮则再次送来关切的拥抱 此时的阿秀看着眼前这个婆婆 觉得无比的恶心 她再也不想见到她了 就直接回到了房间 一觉醒来看见阿姨端来饭菜的同时 也带来了她一直吃的营养药 她一下子火气就上来了 直接将药狠狠地丢了出去 并发誓从此以后势必也不会让婆婆好过 于是第二天她就提出了自己要做试管婴儿 这个事马上就遭到所有人反对 但阿秀态度坚决说不管怎样都要做 她要完成婆婆想抱孙子的愿望 这样才不辜负婆婆一直以来给自己吃的注意药 之后更是把营养药丢进了垃圾桶 这是正好前来的婆婆着急了 问她为什么要倒掉这些药 阿秀则讲到反正要做试管婴儿了 这些药再也无上 这样本来就不同意她做试管的婆婆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说阿秀是在无视她的良苦用心 阿秀听到这话一口气 直接把剩下的药倒进垃圾桶 这是善于伪装的婆婆 再也装不下去了 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上去就将阿秀打倒 在一旁的轴里小妮也是被这情景震撼到了 这时阿浩也闻讯赶了过来 看到母亲如此对待自己的妻子 她立刻让母亲离开这个房间 之后问妻子发生什么事了 此时伤透心的阿秀什么也不想说 直接冲了出去 没有追上妻子的阿浩找到了弟媳 弟媳也只能告诉她 是因为阿秀倒掉了婆婆给她准备的营养药 她觉得这药肯定有什么问题 于是让家里阿姨把垃圾桶的药留下 自己准备去医院做药物检测 离开家的阿秀去了闺蜜家住了一宿 第二天闺蜜却不见了她的踪迹 原来她已经想好了要和婆婆摊牌 她揭穿了婆婆给她吃避孕药的狠毒之心 并告诉她以后不要再演戏给她看 就这样婆媳二人彻底反目成仇 谈话之后阿秀踏上了回老家的列车 在这次列车上她再次遇到了 跟自己颇有渊源的阿俊 而阿浩这边的药物检查报告终于出来了 知道这药物里面含有避孕药成分的她 不禁喝酒买醉 她没想到母亲居然是这样两面三刀的人 回来后她借着酒精 把检测报告丢给母亲 不禁控诉到母亲明知道阿秀多么想要一个孩子 却在背后给她用避孕药 你简直是蛇蝎心肠啊 被儿子揭穿的那一刻 母亲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回到房间的阿浩也是一气之下 把母亲送给阿秀的小孩相框砸得稀巴烂 之后就提着行李 说她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可怕的家了 母亲怎么可能让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大儿子 就这样离家出走呢 于是她说愿意给阿秀下跪来祈求原谅 可此时她的美好形象 在阿浩这里已经完全破灭 阿浩根本不相信她说的话 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家 看到自己的儿子真的走了 母亲也开始感觉到了恐惧 但她丝毫不觉得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自己 反而让她越发地恨阿秀 觉得是阿秀造成了今天的这种局面 她一定要阿秀就此付出代价 而此时阿秀也从老家回来了 她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家了 于是又来到了闺蜜这里 闺蜜泡妹知道了阿秀的不幸遭遇后 就来到了阿秀婆婆的公司 势必要为其讨回公道 无奈刚到公司就被保安拦下 最后还是阿秀的小叔子 前来才平息此事 阿秀这个小叔子 其实心里也是很善良的 她在知道阿秀发生这些事后 也是觉得母亲做得太多分了 但是现在最要紧的是 不能让阿秀和哥哥之间再出隔阂 于是她劝泡妹还是回去 将阿秀老公的酒店地址告诉阿秀吧 阿秀知道老公离家出走很是惊讶 于是前去酒店找到阿昊 阿昊见到妻子表示自己很没用 没能好好保护她 并说以后他们搬到外面住 不再与家人有任何的来往 听到这的阿秀觉得老公如此爱她 顿时觉得很温暖 儿子一直住在外面不回来 她很是着急 知道如果阿秀不回家 儿子肯定也是不能回来的 于是就想到了小蜜 想让她来背这个锅 跟她讲现在阿秀已经知道了 必应要离世 如果还想合约有效 你就把这个事揽下来 并前去给阿秀道歉 这着实让小蜜很为难 但为了她肚子里的孩子能得到股份 思来想去她还是答应了 这让婆婆很是高兴 连忙补充说到60%的股份算什么 这个家的产业 都是你肚子里的孩子的 很快小蜜便履行了约定 来到了胖妹这里找到阿秀 跟她讲是自己为了让肚子里的孩子 能够继承家业 才不想让她怀孕的 婆婆也只是替她隐瞒而已 并向阿秀道了歉 劝说阿秀都是一家人 让她回家去住 此时的阿秀再也不会相信她的话 她知道这肯定又是婆婆的主意 她才不会再上当 回去后的小蜜也算是交差了 但看到阿秀还是没有回家 她就亲自找上门来 这让阿秀打破了已有的平静生活 不禁再次想起必要一事 大声哭诉问婆婆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此时前来的阿浩看到母亲在这里 她很是生气 跟母亲讲要她立即消失 以后不要再打扰她和阿秀的生活了 看到这情景 婆婆居然又做起了演员 直接下跪说是自己不好 一直帮小蜜隐瞒此事 并求阿秀跟自己回家 可伤透心的阿秀 已经看清了她的真面目 没有将阿秀带回来 婆婆更是气恼 觉得自己堂堂一个会长给她下跪 都不能换回原谅 那就只能怪她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小蜜这边因为自己替婆婆隐瞒避孕药的事 再加上婆婆又要她来背锅 心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自从从阿秀那里回来 肚子就一直不舒服 半夜就被送到了医院 得知小蜜去了医院 善良的阿秀很是担心 急忙赶了过来 此时医生正在劝告小蜜要赶紧手术 不然不但孩子保不住 大人也会有生命危险 小蜜肯定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更多的是怪自己太贪心 觉得要不是自己和婆婆之间签订秘密协议 也不至于现在孩子也保不住 看到这情景的阿秀也不断地自责 觉得当时不应该用如此态度对待有身孕的小蜜 相比较阿秀的自我反省 婆婆则是把事情都用在了表面功夫上 爆炸阿浩又是一顿演戏 说都是自己的错 是自己没照顾好小蜜 已经习惯看戏的二人 也是见怪不惯了 从这里演完戏 看到被强行做了手术的小蜜 不但没有一丝安慰与怜悯 反而教训小蜜没出戏 连这点事情都承受不了 是想高失智孩子的母亲 听到这话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小蜜也不顾自己的身体 独自离开了病房 来到新生儿这里 找不到小蜜大家都很担心 最后还是阿秀找到了她 她希望小蜜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迎接新的孩子 最后在她的劝说下 顺利地将小蜜带了回来 看到小蜜那仇恨的眼神 婆婆也是着实被吓到了 但是她可是推卸责任高手 面对阿秀 她还是讲到小蜜肯定是因为觉得 自己给阿秀吃避孕药的事而感到惭愧 一直欲寡欢才流产的 真不知道这个婆婆 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说这些托词 阿秀不但不会信 反而越发觉得她真是可恶的毒妇 婆婆这边坚持要跟大儿子再谈一谈 因为她又有了新的计策 告诉大儿子只要他们回来住 自己可以搬出这个家 大儿子听到这话 心里也是有所动容 但没有表态直接走掉了 儿子离开后 婆婆就原形毕露了 原来这是她的缓兵之计 想先让他们回家再说 之后再想办法收拾阿秀 看到一起离开的二人 那种恨再次油然而生 有这样的婆婆真是可怕至极啊